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8月27日,欢迎收看第二期万维独报,我是Cherry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前,有两件小事要和大家交流一下 首先就是最近我们有收到部分网友的反馈,表示经常收不到我们节目的推送 那么在这里我们先提醒一家各位观众,你们可以开启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您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节目的推送了 第二点就是,我们万维TB旗下还有一个子频道叫做万维微播 每天也会有时事的新闻节目更新 想要获得更多新闻资讯的朋友,也欢迎您订阅我们的万维微播频道 那我们频道的链接会放在下方的那个info box里面,欢迎大家的订阅 那么好了,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条新闻 中共近期内外忧患不断,除了国际反中意识高涨,内部也传出内斗 包括中共红二代江曾派等反习声音 还有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合传闻 台湾专家分析指出,美国骑士会按住习近平 原因是习加速师的所作所为,将一手搞垮中共 台媒原以经济学家吴嘉龙27日在脸书上的发文 中共内部内斗目前看来是江曾派暂居下风 因为军权表面上还是掌握在习近平手里 现在中共内部流传江曾计划透过境外势力来给习近平搞事 如果习能够撑过10月,那就说明江曾这边败了 但吴认为,不用等到那个时候就能预测江曾会败 猜测现在和中共紧张的美国会按住习近平,不让习崩溃 原因是,只要习在位,中共绝对没救 习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可以一手搞垮中共 预测未来美国会先借助习的力量,打垮反习势力 然后再回头来收拾习 文章分析,美国已经彻底认清中共不能信任 即便是改革派也是一样 因为中共推出的改革派根本没有办法坚持他们的路线 所以到头来等于也是一场骗局 中国内部的市场经济在没有基层民主的条件下 依然斗不过社会主义 一直以来,中共用社会主义压过市场经济 以确保江山永远是红色的 因此只有彻底打垮中共 才能有机会重新启动新一轮的和平演变 把中国变成美国希望看到的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 文章最后写道 现在明白为什么美国铁了心 要跟中共针锋相对,处处对着干了吧 美国已经不再对中共改革派寄予希望 才会说出,过去90年 中共的马列主义本质根本就一直没有改变 有分析指出,总加速师的称呼是指 习的所作所为 让中共或中国成为全球公敌 泄入孤立 将加速中共败亡 也将中国带向了不可知的深渊 有消息显示称 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 下周将在外交部长王毅 刚刚结束对该地区的访问几天后 再次访问欧洲 这次杨洁篪将前往希腊和西班牙 葡萄牙也将是一个潜在的停留点 预计杨洁篪还将为习近平 今年9月中旬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的 特别峰会打前站 《南华早报》报道 杨洁篪的这次访问凸显了 随着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 欧洲的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强 位于柏林的莫卡托中国问题研究所执行董事 米口分析 据我所知 杨洁篪作为中共最高的外交政策代表 杨洁篪和王毅的这种双重努力是前所未有的 背后的目的显然是 想拉拢欧洲成为中共的伙伴 米口还指出 杨洁篪可能会在会谈中寻求解决中国 武制技术这一炙手可热的问题 这一话题已经在欧洲引起了特别关注 报道指出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是中国人控制的最大海上资产之一 在5G问题上 雅典承认美国对中国技术的担忧 还表示 华为在该国没有很大的市场 在西班牙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持有控制瓦伦西亚 比尔巴厄和巴塞罗那主要港口的西班牙公司51%的股份 而葡萄牙计划再具巴拿马运河最近的欧洲Sys港口 建造一个新的集装箱码头 吸引了中美双方的兴趣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几周也来到欧洲 警告中共对非洲大陆的未来构成威胁 因为欧盟至今仍然不愿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做出选择 下个月 预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出席与欧盟领导人举行的虚拟峰会 比美国总统大选提前数周 不过欧盟和北京至今在一项投资条约上依然将持对立 欧盟指责北京在会谈中没有做出具体承诺 后续能否真正执行也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美国的监管机构长期以来都无法检查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的财务审计状况 这种情况在美国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就在8月初 白宫推出了一项提案 计划要求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都必须遵守美国的审计要求 否则这些公司将被迫退市 终于 中共证监会副主席方新海26日受访时表示 中方愿意让步让美国监管机构 击合一些中国最敏感的企业 他还称 北京有诚意化解会计问题上的僵局 路透社报道 美国官员近来加强施压 要取得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击合工作报告 若无法达成要求将实施可能导致阿里巴巴控股集团 与百度等企业下市的法规 中共证监会副主席方新海表示 本月初 中共证监会给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 一份新的提案 允许美国挑选任何中国国营企业再次实行击合 不过基于国家安全考量 中方依然坚持调整部分资讯 这个条件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方新海称 当双方取得互信 我们就可以处理这些敏感议题 以便让双方都满意 美方是有点急切 我们是非常有诚意 不过另一方面 我们也非常重视保护国家安全的资讯 一名之前是透露 方新海去年9月曾访美试图解决这个争议 但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邓克拒绝会晤他 只派了手下一个部门主管出面 这文是指出 以往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 都很乐意会晤和磋商 却如今却不同 据了解 中概股规模较为庞大 截至今年7月28日 在美中概股总市值1.88万亿美元 总计245家 今年以来 已有超过20家来自中国企业 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或纽约证钱交易所公开发行股票 总共筹集了40亿美元 这一总和已经超过了 2019年全年25家中国公司 在美国上市筹集的35亿美元 可以看出 尽管有地缘政治和监管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中企赴美上市的势头反而愈演愈烈 近日 多国政府高官访问中国 不过都是由中共外长王毅 在北京之外进行接待 目前不但中南海 关门不见客 作为负责中共官方更高一级接待的 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更是一直隐身 引发关注 北京目前的局势 也让外界猜测不断 日前 中共外交部宣布 印尼外长雷特诺 于8月19日至21日访华 是新冠疫情爆发后正式访华的首位外国外长 港媒27日发文称 原本预料雷特诺将获得王岐山接见 从而给王岐山在疫情之后一个亮相的机会 然而雷特诺一行并未去北京 而是与王毅在海南宝庭举行会谈 其后 王毅又先后接待了巴基斯坦外长库雷西 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长西亚尔托 但都不在北京 不是在海南宝庭 就是在广西中越边境或北海市 王岐山依然隐身 自5月出席中共两会后 王岐山一直没有公开露面 究其原因其中之一普遍的观点是中共内斗 今年以来 中共红二代 任志强 蔡霞 法学专家 许章润等人士 先后就中共处理疫情等问题 对当局问责 体制内反习声音 空前高涨 尤其是与王岐山关系密切的人志强 至今音讯全无 此间还一度传出深遭意外 连老友都保不了的王岐山 在此期间 避不出山也不奇怪 德国之声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 疫情初期 由于中共瞒报舆论封锁和封城 而造成的灾害 让中国社会对习有太多愤怒 自由派借着这种名义 直接发起了对习和中共的挑战 任志强 此敏感时刻 发文批息 习会认为 人背后一定存在一个党内反习势力 以任志强和王岐山的关系 这一反习势力指向了王 但评论认为 任志强写批习文章 不太可能去征询王岐山的意见 更不会在王的授意下写该文 一旦王和这篇文章发生联系 那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 但对于反习势力来说 他们就是要让习看到该文 并联想到王岐山 以加重习王两人之间的芥蒂 进一步离间和分化 北京大学教授 国发院院长姚洋 日前就中国经济问题发表演说时指出 中国百姓收入和消费都在下降 保就业和保企业作用有限 中国百姓很穷 最受新冠冲击最大的低收入群体 政府应该给他们发钱 大陆郑和岛商业洞察27日刊发 北京大学教授 国发院院长姚洋的文章称 现在政府应该关注消费 关注企业的订单 文章指出 目前中国经济下行 企业投资积极性下降 而且连带着收入消费都下降 所以不管是搞投资 保就业还是保中小企业 作用都是有限的 文章引述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研究称 在沿海城市 一元消费券可以带动3.5到5元新消费 内陆城市效果甚至更多一些 假设一元消费券可以带动4元新消费 那么从2万亿新增国债里 拿出1万亿去发消费券 就可以带动4万亿消费 加起来就是5万亿新增消费 除此之外 政府应该发现金补贴 因为受新冠疫情影响最大的 还是低收入人群 姚洋表示 李克强答记者问时说 中国还有6亿人 月均收入1000元以下 这让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 都大吃一惊 原来中国还是那么穷 而事实上 中国的收入分配非常不平衡 最富有的1%的人 占了全部财富的30% 最富有的10%的人 占了全部财富的70% 收入最高的10%的人 平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1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53倍左右 对于那些在家做直播的人 收入可能没有减少 但那些失业或者只能打零工的人 受到的影响非常大 所以要对他们进行财政补贴 姚洋直言 有数据统计显示 中国的农民工有2.7亿人 这么多人中到底有多少失业了 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字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没有失业保障 所以这部分人应该纳入救助范围 世界卫生组织近期派团赴 中国考察新冠病毒的起源 但却根本未造访武汉 令各国质疑北京政府 是否会履行之前 要辨别病毒来源的承诺 金融时报报道 世卫两名调查病毒起源的专家 最近结束了在中国的三周考察 但过程中未前往武汉 尽管世卫早就证实 2019冠状病毒疾病爆发的 第一起病例就在武汉 世卫对此表示 这个团队是在更大的国际考察团造访之前 先进行背景调查 但这令人更加质疑 国际考察团是否也同样不会前往武汉 一名美国高层官员告诉金融时报 世卫的人在北京待了三周 根本连武汉附近都没有去 任何发现相关迹象的可能性 都早已烟消云散 澳洲众议员夏马表示 国际社会确实该严重质疑 世卫在爆发疫情期初期应对的严谨与独立性 因为他们似乎想要避免冒犯中共 世卫把一个会员国的敏感政治 置于全世界的公位利益之上 而全世界正在付出巨大代价 在澳洲 美国等诸多国家的呼吁下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于5月同意世卫派遣考察团 7月成行 然而尽管世卫声称 要辨别病毒如何从动物传人 但调查的透明度与过程却遭受质疑 世卫则在答复《金融时报》时表示 世卫团队和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高层 有过远距对话 同意在未来数周及数月内 将会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及第一起群聚感染进行初步流行病学研究 但世卫依然不愿意评论团队 是否会造访武汉 好了 以上是本期万维独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